早安,我們先報車間 今天預計暫時知道有兩宗案件 最高峰視覺13宗 買個包在車上吃完 就真的要趕著去車 買個包都挺幸運的 小女可能有些生命危險 她在電話裡不斷說 麻煩你們了 因為她真的很擔心 她丈夫會沒有藥吃 好,麻煩你 早安 好,麻煩你 有個個案件 是由蘇村去廣華 另外有一個是要在荃灣石維國印製 謝謝你 我們會聯絡家居隔離人士和醫院 暫時被人聽電話 唯有我就去了這一宗 我沿途再找一下這個VIP 你回到庫山嗎 是的,你回到洪Sir自會打來的 到時候我們在門口就拿回這些文件 好 我可以送我另一個電話給我聽 喂 我就是自會 我們安排了我們的路線 以及進入所有的地方 我們就會正式去車 我們大概五分鐘左右到 那你文件已經預備在門口 現在因為拿藥的時間還未到 所以我們可能會先回到醫療輔助的總部 要是一天內的 我不是說這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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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日一天內都有很多單位 所以有時吃飯 就真的看一看我們去哪裡吃到哪裡 甚至有些情況都試過 真的全天都沒什麼飯吃 今天就很幸運 有機會有時間 可以抽空到翻牌這邊 即是AMS去吃飯 再前往兩間相關的醫院去幫他們取藥 進去醫院的時候 我們就去他們的接隔署 通知我們幫家居檢驗人士取藥 好像平時去看醫生的流程一樣 很多時候都要跟醫院的程序去做 所以你們可以排隊或者等候都需時 其實我想大概九個小時左右 自己在心裡得確有少許擔心 所以我們自己出行動之前 定好我們有什麼措施要做 上門口時跟他們保持近距離 有一次有個難忘經歷 其實丈夫是需要打胰島素 很擔心怕我們拿不到藥 終於收到指示 依然確認到我們可以去拿藥 當時她的電話聽到很開心 也感受到那種欣喜 她會不斷地說謝謝你們 現在大概六點二了 我們就完成了所有送的個案 就回到醫院副作的總部 好了 回到資料的好景 謝謝你們 謝謝 其實都累的 一天都可能會踩足十多小時 但我們都知道那一刻 我們手上拿著的是檢驗人士的藥物 又或者是他們的藥單 其實就等於一個需要 他們自己都知道自己 其實離開不了家門 所以他們都是一個感恩的感覺 給我一次 甚至有些試過 可能完結了服務 他們打電話給我們 跟他們說 我沒有打電話 其實想多謝你們 昨天幫我拿了藥 都試過 說一句好像很容易 但我們聽到 我們覺得是很開心 不管是程度大小也好 都是真的 實實幫到有需要的人士 我覺得市民感也很大 謝謝大家